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 这是诗篇十四篇里面的这一篇的主题 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 为何如此多人在作恶呢 难道他们都没有知识吗 难道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吗 难道他们真的不懂分辨黑与白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犯罪要受审判吗 众烈的真的都没有知识吗 以前真的以为犯罪的人 都是没有什么读道书 都是没有什么知识的人 我们以前都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才明白 犯罪的人都是有头脑的人 因为他们不是犯小罪 他们这些犯罪的人是专犯大罪 专做大案子的呀 少一点知识 少一点头脑都不行的呀 这些犯法的人 他们不是不知道立法 而是他们专挑战法律的 他们在法律的漏斗中 往来奔跑 在游走游来游去 你如果没有知识 你怎么能够在法律之间 在游走呢 明明知道是他做的 但是你无可奈何 你定不了他的罪 这些事情 有看少吗 有少发生吗 说明他们是多厉害呀 多有头脑呀 而且今天犯罪的速度 越来越快 犯罪的案件 就越来越多 速度越来越快 案件就越来越多 那案件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受害的人也就是越来越多 所以今天的社会 今天的时代 是充满罪恶的时代 因为犯罪的速度很快 因为他们都是有知识的 都有他们的专业的 都有他们的很厉害的头脑的 所以诗人在这里 在十四篇提出 真的他们都没有知识吗 他们作孽犯罪都不懂吗 今天我们犯罪的年龄 是越来越小了 以前杀人 强奸 做恶事 都是成人做的 大人做的 现在赶赶不到十岁的 孩童 就可以 就赶做这些恶事 不到十岁 做的恶事 一做越恶 一做越大 那一年前 报纸 刊登出 一个十二岁的 孩子 把妈妈杀了 杀完妈妈过后 他又回到他的电脑座 让他继续玩他的电脑 那妈妈的尸体 就倒在地上 流血一直在流 他非常镇定的 像没发生事这样 继续玩电脑 非常的冷静 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不是杀他的仇人 他所恨的人 有时候我们奔怒起来 我们要报仇 我们杀了对方 因为太生气 但是你听好 这个孩子杀的是他的妈妈 他的冷静 让人感觉到太可怕了 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太可怕了 这边说明什么 人的心 那个罪恶 那种凶恶 是越来越凶恶 越来越冷漠 越来越凶暴的 所以就造成 今天犯罪的年龄 真的是越来越小 还没有读这篇之前 传道就提出这些 社会上 这世代上的一些 社会现象 犯罪现象 那么你说了 这些犯罪的人 都没有知识吗 像这个12岁的孩子 他真的不知道 他在杀人吗 在杀他妈妈 他真的不知道吗 他真的是没有感觉 他母亲 就是死在他面前 倒在地上 水一直流 他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我们看诗篇十四篇 我们读一节到七节 我们一起读圣经 一 二 三 一 完人心里说 没有神 他们都是邪恶 行了可憎恶的事 没有一个人行上 约估从天上垂看世人 要看有明摆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 他们都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污秽 并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 他们吞斥我的百姓 如同赐饭一样 并不求告约和华 他们在哪里大大的害怕 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 你们叫混苦人的谋算 变为羞辱 然而约估是他们的避难所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 从细安而出 约估救回他被掳的子民 那时雅各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 好 我们来看第一节 一完人心里说 没有神 原来一完人作恶 不是没有知识呀 而是他们没有神 没有神 才是他们作恶的原因 一完人 原文有主动背叛的意思 你不用去教他的 你不用去鼓励他 推动他的 不用的 他们就会主动的 去犯罪 主动的去作恶 主动背叛 这叫做 疑完人的 原文的意思 那在上母耳记上 25章25节 里面 有一个疑完人 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他的名字叫做 拿巴 拿巴就是 对疑完人 最好的注解 最好的例子 他太太也做见证说 他的丈夫 跟他的名字 就是一样的 他的行为 跟他的名字 就是一样的 叫做疑完 拿巴的意思 就是疑完 他的为人 也是疑完 一模一样 叫做 名副其实 那疑完人 你跟他讲两句 都不行的 那你如果想要教导他 也是不行的 如果你想要支配他 那更加不行的 因为他不单是愚蠢 他甚至是很顽固的 很倔强的 不单只倔强 还带着 暴躁的 脾气 非常暴躁 这些都是 疑完里面 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所以你不能够说他 你也不可以教他 你更加不可以 去责备他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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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完人 心里说 没有神 他们不相信有神 是打从心里面 不相信 绝对不是因为 也绝对不是因为 一些误解 而不相信 他们是真的 打从心里面 就是一副 我不相信的那种态度 那种嘴脸 那种行为 所以他们 摆出不负责任的态度 大胆地挑衅神 大胆地姿态 挑衅神的姿态 所以诗篇 第十篇 第四节这样讲 这里说明 他们对神 大胆地挑衅的态度 这里说 恶人 年代骄傲地说 耶和华 必不追究 为什么神不追究呢 耶和华 因为他所想的 一切 都以为没有神 没有神 以为神不追究 这就是挑战神 对道德的命令 挑战神的命令 特别是挑战神的 十条杰命 十条杰命 是对神的 也是对人的 所以管你什么杰命 对神也好 对人也好 我一概不遵守 我一概 一概不可 所以他的眼里 没有神 也没有人 所以 宜完人 在言文里 就有了 主动背叛的意思 太狂傲了 他们的心里 真的是 藐视神 也藐视人 的 愚完人 最大的愚完 就是不信神 可是圣经上说 就是魔鬼 也信有神 知道吗 没错 魔鬼是抵挡神的 是破坏神的 工作的 但 他确确实是 是信有神的 他是信神 信有神的 但圣经告诉我们 他虽然是信有神 却是带着 战战兢兢的信 圣经有没有说 魔鬼信神 而且带着 害怕的心来信 那是雅各书 二章十九节 在马太福音书 八章里面 那边记录 魔鬼 承认四件事情 我们看 马太福音书 八章二十九节 注意这一节里面 魔鬼 在魔鬼的讲话当中 他承认有四件事 来我们八章 二十九节 他们喊着说 神的儿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上这里来 叫我们受苦吗 这个是魔鬼 借着 富贵的人 在那边喊叫 鬼在对耶稣喊叫 对耶稣说了这四件事情 但是这四件事 也是就看出 魔鬼承认这四件事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那四件事吗 试试看 试试看 第一 魔鬼说神的儿子 他承认有神 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就承认有神 也相信神 第二 他相信耶稣基督 就是神的儿子 那他相信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看到没有 那第三件事 时候还没有到 是什么时候呢 当然是审判的时候 神要对付他 审判他的时候 所以他相信有审判 只是时候还没有到 难道你现在叫我受苦吗 第四件事 审判的时候 一定让他受苦 这是撒旦对主耶稣 喊的话 喊叫的话 但从那喊叫的话 他承认是神 第一 有神 第二 有耶稣基督的救生 第三 有将来的审判 第四 审判的时候 必定受苦 很可怕的苦 这是魔鬼相信的 也是魔鬼承认的事件 原来这个也是我们相信的福音 我们福音就是相信有神 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 福音就是相信将来的审判 福音就是相信受审判 要进入永永远远的死亡痛 原来这些都是我们相信的福音 也是魔鬼所信的呀 他承认这事件事呀 但頤玩仁却不相信 但頤玩仁却不相信 頤玩仁这些都不信 頤玩仁这些都不信 还谤下我们 还轻视我们 还诡谤我们 他会把我们惹赌 还有祝確 Conference ,頤玩仁比魔鬼 也跟魔鬼不幸好 比魔鬼更可怕 魔鬼至少都不信 他就不信 所以在议价 他认识比魔鬼 clapping 经上这样说 敬畏主就是智慧 远离恶便是聪明 我们都一直想要 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们也一直努力 成为一个聪明之子 所以我们很努力读书不是吗 所以我们很努力在进修不是吗 在学很多东西不是吗 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智慧 有聪明的人不是吗 但为什么所行出来 却是这么愚昧呢 要怎样成为智慧 要怎样成为聪明 耶博记28章 耶博记28章 我们读28节 来一二三 他对人说 敬畏主就是智慧 远离恶便是聪明 这个是神在向世人宣告 在向世的教导 他对人说 对我们世人说 你要敬畏主 那就是智慧 你若远离恶便是聪明 这个是没有什么奥秘 没有什么难处 很难的事 很简单 很直接 很清楚 要怎样成为有智慧 你就敬畏神 敬畏你的主 在敬畏主当中 在信仰当中 远离恶事 便是聪明 世人说 我们今天的知识 爆炸 很高的知识 很厉害 我们也是这样承认的 我们也是这样说的 书本上也是这样赞美的 这些所谓的 有知识 有智慧 有聪明的专家 科学家 什么家 不信有神 遗完人说 没有神 心里也绝对的 不相信有神 好 我们回到第一节 这篇14篇的第一节 圣经对 对于云完人的评论 这里说 他们是邪恶的 他们都是邪恶的 看到吗 圣经对云完人的评论 他们都是邪恶的 请注意 而且他们行了 可憎恶的 你还去 尊敬这些人吗 去崇拜这些人吗 去赞美这些人吗 去羡慕这些人吗 圣经在神眼里 他们这些 都是邪恶的 行可真的 不一定是 他们在杀人放火 去强奸人 去做坏事 不一定 也甚至可能没有 但是为什么神说 他们是邪恶的 为什么说 他们行可真的事 这在神来看 是可真误的 可能人看起来 是很厉害的 很聪明 请看 罗马书第一章的解释 什么是叫做 行可真误的事 什么叫做神 看他们是邪恶的 罗马书一章 就有答案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来一二三 因为他们 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 来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 变为希望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遗嘱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必朽坏的 和非情走受昆虫的样式 二十四节 所以神就任凭他们 成做心里的情欲 心污污味的事 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二十五节 他们将神的真实 变为虚幻 去敬拜 侍奉 受造之物 不敬奉那 造物的主 乃是可称颂的 这道永远 永永远远的主 阿们 什么叫做邪恶 行邪恶的事 就这里讲的 你看这些人 不敗真诚的人 他们不一定是 去杀人 放火 做不一定的 知道没有 可是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心态 却让神看作是邪恶的 是行可真的 因为他们对神 有三个不 不做 他们不做的事 第一 不敬拜他 第二 不荣耀他 第三 不感谢他 他们也知道 神是 是 是独一的真神 是天上的真神 但是 就是不敬拜他 他们知道 神是 自尊 自大 自圣的 造物主 但是 不荣耀他 他们要 敬拜 干净去 敬拜那些假神 他们要 荣耀 干净去 荣耀假神 荣耀人 他们心中 其实也知道 这个生命 灵魂 生命 福气 源头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天 降下来的 可是我们 就是不感谢他 如果要感谢 感谢那些人 感谢那些偶像 感谢那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请问 这些 这三件事 难道在神眼里 还不是恶事吗 不敬拜他 不荣耀他 不感谢他 难道是善良的事吗 所以请今天 你要重新去明白 圣经常常讲的恶人 包括在教会里面 有恶人 这些人不一定说 杀人放火 叫做恶人 知道吗 不是 也许这些 你蛮尊敬的 你蛮称赞他的 你蛮羡慕他的 你还跟从他 但请注意 于眼中 所谓的好人 善良谦卑人 在神眼里 是恶人 这些在圣经里面 给他评论 叫做 疑 管 人 好 我们回到 诗篇的 十四篇 第二节 这里说 神 从天上 垂看世 神在天上 看世 圣经有很多次 很多次记载 神在天上 看世 我们没有时间 这样去翻圣经 你注意看 在挪亚时代 那边 创世纪六章五节 这样说 神在天上 垂看 见地上 罪恶很大 终日 所思想的 净都是恶 可是世人 不知道 神在天上 在观看 以为没有神 以为就算有神 神也不知道 神也看不见 圣经说 神从天上观看 因为你定上 罪恶很大 你要把这件事情 一直放在心里 你不要以为 你作恶 是没有人知道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是神 因为我们看不到 因为你也没有说 因为你很会包装 那谁知道你作恶呢 谁知道你心里在想恶事呢 但神知道 因为他在从天上观看 罗亚时代是这样 那一直到巴别塔时代呢 耶路华 仍然 要看 降临 神降临 要看世人 所造的城 和所造的塔 其实他在天上 就可以看见了 但在巴别塔时代 神亲自降临 来看世人在做什么 比罗亚时代 这个是在创世纪 十一章第五节 每个时代 神都在看我们 在做什么 特别是在看 恶人在做什么 一直到所多玛时代 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 那边怎么样记录呢 这里说 神看所多玛 跟俄摩拉的罪恶 很重 神看哦 请注意 神看哦 不是你看哦 你看就 没有啊 这个很正常啊 这个是 我们这是很普通的呀 没有什么问题的呀 所以你看 罗德可以把他的女儿 随随便便 就是给他们去玩 给他们去交换 用信来交换 交换客人 他们感觉到 这个是很普通的事啊 没有什么了不起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你说罪恶很重 没有啊 我都感受不到啊 正常呀 每个人都这样的呀 家家夫妇都这样 有什么好讲的呢 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呢 但是你在看 你看到很正常 很普通 没有什么 你甚至看了说 不是罪 这不是罪 但神看 罪恶很重 所以兄弟啊 不要一直用你的头脑 我们现在的头脑 我们现在的时代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不要一直在讲这种话 他们的意思说 我们这一趟人是老了 是过时了 我们这是四五十年的人了 我们现在新时代了 那怎么样 新时代可以 可以改变神的立法 新时代可以 不用敬畏神啊 新时代可以 把黑讲成白啊 那你也是像 今天的世人一样 我们来看 没问题 所以你看到 也没问题是不是 但第二节 诗篇十四篇 第二节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很重要的警告 神从天上 处于看事 你一定要把这个事 放在心里 那一直到大卫时代 就是这个诗篇十四篇 第二节里面 你看 神还是从天上 处于看 看到吗 这个大卫时代 其实就是 君王时代了 君王时代 也就是先知时代 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 君王时代呢 有君王来治理他们 同管他们 管理他们 有管理了 那有先知时代呢 意思说 有先知的教导 有教导 有神的话 作为指引 作为真理标准 可是有君王时代 有先知时代 有管理 有神的话 有先知的劝勉 但是 世人在做什么呢 这里神说 神在看 看这个时代 这样的一个时代 看有没有明白的 有没有寻求神的 没有 你有发现到 这个先知 君王时代 跟前面的时代 不一样吗 有发现到吗 罗亚时代 神在看 巴别塔时代 神也在看 索多玛时代 神也在看 这到大卫时代 君王时代 神也在看 但神在看 这个时代 神在看 但重点 不是看我们 行恶 不是了 不是 而是在看 有没有人 来悔改 而是在看 有没有人 去寻求神 你看 有没有人 去明白神 明白神的心意 明白神的旨意 对这一篇 十四篇 神在看 这个看 是比较特别的 跟以往不一样的 以往的重点 是看我们犯罪 看世人犯罪 那现在这里 不是看我们犯罪 而是看 我们在罪里面 有没有悔改 这是不一样的 没有错 现在也是个罪恶时代 众人 世人都活在罪恶里面 但神的重点 不是在看 我们有没有犯罪 神就看 在罪里面 在犯罪当中 在跌倒当中 在罪恶当中 有没有悔改 神在看这件事 悔改比较重要了 有没有人在罪中 悔改当中 来寻求神的赦免 寻求神的 的帮助 所以这一篇的神观看 是很特别的 神在天上看 结果到底有没有人悔改呢 我们进入到第三节 答案是 一个都没有 我们一起再读一次 一 二 三 他们都是偏离正路 一统并为污蔽 并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都没有啊 神想要看 有人悔改吗 神想要看 有没有人寻求神呢 一个都没有啊 我的天啊 所以这一节呢 这个答案呢 让神的心很痛 也让神很示范 因为连一个都没有 因为神已经放出慈爱了 他不再看我们 有没有犯罪 他已经不再看 有没有犯罪的问题 因为犯罪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不要再去追究了 不要再去计较这个犯罪啊 怎样子啊 不要再去讲了 现在神放宽一步 给更多的恩典 既然犯罪了 有没有人悔改 有没有人认罪 有没有寻求神来帮助他 你看到神的心吗 你看到神对罪 罪人 已经给予这么大的恩典了吗 但是都没有 你说神的心痛不痛呢 而且第三节说 他们都偏离正路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说明他们曾经 被神引导走正路的人 他们都已经走上 正确的道路了 天国的道路了 永生的道路了 可是呢 他们曾几何时 他们又偏离了 又走歪了 就走歪了 走歪路了 离开神的正路了 所以我们读圣经 要很留意哦 他们都偏离正路 说明他们迟到正路的 也曾经走上正路的 但是改变了 再来 一同变为污蔑 再记下去说 一同变为污蔑 变为污蔑 就是说他们曾经是没有污蔑的 曾经被神洁净的 他们只要认罪悔改 杀牛杀羊来献祭就赦免的 但现在变为污蔑了 已经不再是 被神赦免的了 这让神是更加的心痛 这十年里面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 这四五年里面 管道的道理 在台上 奉主的名 都讲了很多严厉的道理 圣洁的道理 在台上讲道时 常常提出教会的软弱 教会的问题 教会的危机 为了讲教会危机 我们靠坐圣灵 在查考使徒形象 从使徒时代的教会 使徒时代的教会 看教会危机 看教会的问题 几乎每一章都让我们看到 圣灵让我们看到 每一章都有问题 每一章都存在危机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 就是希望 末世的真教会 不要重复 使徒时代的 那些错误 同时要从使徒时代的危机 看到今天 真耶稣教会的危机 过后传道又在 跟大家 查考 丹尼里书 看神国被困 看神国被掳 看圣殿被毁 神国被毁 每一堂的正道 都是这么样的 清楚 有力 而震撼 因为看到 神的国被摧毁 神的殿也被摧毁 神的显明也被摧毁 从那时的正道 一直到现在 仍然在坚持 这样的道理 这样的 这样的勉励 这样的提醒 可惜 许多人是 消极地反应 觉得这种道理 没有造就 有造就也是很少 但是破坏更多 因为神的不到荣耀 这样的道理 神的不到荣耀 因为这样的道理 目道者不喜欢听 这样把目道者赶走 把一些信徒 也不想来 因为讲这样的道理 所以全部的罪名 归在传道的身上 他不来教会 是传道造成的 他不能够 接受道理 是传道造成的 什么都是传道造成的 他简单说 就是一直要 称赞你们 感谢主 你们很热心 你们没问题 你们敬天国 对不对 这种道理 难道没有讲过吗 听了多少 这样的道理 敬天国 神爱我们 听了多少天 听到自己 严厉的道理 没有一个人 觉得要反省 没有一个人 觉得要悔改 没有一个人 记住这样的道理 来清洗自己的污味 清洗自己的骄傲 不想要除罪 不想要生命的更新 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 这是第三节的真理 当真教会 信徒 领导神 都不愿意听 这种道理的时候 甚至不愿意 接受 甚至反感 这种道理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 第三节一谋一样 都会偏离正路 都会一同变为污蔚 到最后是 连一个行善的都没 在神的眼里 一个行善都没 因为那些行善 敬畏神的都被对付了 都被对付了 都已经 不能够在台上讲道了 你以为这第三节 是在开玩笑的吗 你以为只是在当时 在讲当时的 君王时代吗 大卫时代吗 你没有看到 现在在末世 第三节也正在 应验当中吗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我们的信仰表现 信仰的情形 危机 没有看到 第三节的问题吗 做二个都没有知识吗 我们这些教会领导臣 教会的老信徒 他们都没有这种知识吗 没有不明白这种道理吗 所以第四节 就是这一篇的主题 也就是刚刚传道 一直在问的 难道我们都没有知识吗 不懂道理吗 他们不单止作恶 第四节 还喜欢 分刺神的百姓 这是神 直接对这些人的指控 对这些疑人 对这些恶人的指控 为什么他们喜欢 吞噬神的百姓 一个原因 因为神的百姓 很善良 那些敬畏神的 都是绵羊 不是山羊 所以他们的性情都是善良的 他们是不跟人家斗争的 他们也是 吃了亏就安安静静的 不跟你计较 不跟你斗争的 所以恶人觉得 这些人好欺负呀 所以不但都一再欺负他们 他最后就婚刺他们 我们生活上也有一句话说 哪善被人骑 有没有 哪 人善就被人骑 就应验 地世界所说的 他们 吞刺我的百姓 如同吃饭一样 很好吃 很容易吃 保罗也有谈过这篇道 他在加拿太书 四章二十九节这样说 他说 属血气的 总是逼迫那些属灵的 酷血气的 就是很粗暴的 很粗鲁的 充满仁义的 充满血气的 骄傲的 自私的 常常欺负那些 属灵的那些绵羊 那些乖乖的 那些温柔的 那些安静的 那些不计较的 常常被他们欺负 他们还以为他们很正确 你看都没有人反抗 也没有人 也没有人来控诉 你看 就是证明我们所做的 都对的咯 如果绵羊 也向他们来斗 向他们来争 向他们来控告 向他们来 来斗争 那还叫做绵羊 那你想想 跟教会变成怎样呢 你注意看 一定有一番 有一个是安静的 灵愿吃亏 灵愿被打压的 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这些恶人 以为他们道理很对 你看他都不敢出声 他还是这样顺服 他们吞 神指证他们的罪 他们吞 我的百姓 好像吃饭这样 你注意看 来看第五节 神在哪里 难道真的没有神吗 第五节 这里直接给我们回答 有神 而且神就在 一人的柱类中 神在一人当中 不单只有神 神还跟一人同在 而且神就是 一人的避难所 神在哪里 难道真的没有神吗 第五节 直接给他们答案 神就在 一人的柱类中 那现在的恶人 不怕一人 恶人不怕一人 但将来 他们不要 大大的害怕 为什么 因为神要为 义人 为这些绵羊 来生烟 神会替他们 来报仇的时候 到 这时候 就是第五节 说的 他们就会 在那边 大大的害怕 所以第五节 也议言 主耶稣 这位义者 受恶人 避害 将来 必亲眼 见到主耶稣 荣耀的将领 那时 他们就会 被吓得 坟不附体 那启示录说 他们里面 叫大山 压住他们 都不敢 见羔羊的面 但第五节 就是用 大大的害怕 来描述 这里有一个 预言 将来 这些恶人 一定很害怕 看第六节 第六节 这里再次的 重复说 以完人的 恶人 对义人的 不害 恶人对义人的 不害 然而 神是我们的 避难所 那说明 我们要从神 那边得到平安 从神那边 得到保护 那么要得到 平安保护 一定要住在 神里面 不要出来 不要离开 神 不要离开 神的真理 不要离开 神的教会 你离开了 走到世界 你一定会被 攻击的 你在世界 是不会被保护的 只有在神里面 才会被保护 这是第六节 对我们 对义人的 这种提醒 那第七节 最后一节 这里说明 义人的盼望 跟义人的快乐 是什么呢 原来 义人的盼望 就是在以神的救恩 救恩 是我们人生中 最大的盼望 若没有神的救恩 一切都变成 虚空 若没有神的救恩 一切都化为乌有 什么都没 原来 义人的快乐 是在以神的拯救 被神拯救 是我们人生中 最大的喜乐 活着的每一天 都在神的救赎里 都在神的拯救里 简单说 每一天都活在 神的救恩里面 所以在神的救恩里面 我们常常快乐 这个就是义人的快乐 这就是义人的盼望 请问我们今天的盼望 是什么呢 我们信主信了几十年 你今天的盼望是什么呢 盼望赚更多钱是吗 盼望我们的孩子 没有拿第一名 也最想要拿第二名 是吗 我们的快乐 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们信主 信到这样 信到这么软弱 到底我们的目的 追求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盼望是什么 传到不得不再提醒一下 是福王都简简地忘了 信耶稣是为了什么 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 一有这些事情 就是主耶稣 驾云降临的这个时候 我们就当平身昂首的 快乐的 挺起我们的胸膛 抬起我们的手 我们的头来迎接主耶稣 因为我们就是在等 信耶稣就在等 这一天的到来 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 不是害怕 不是叫我们害怕的知道吗 是叫我们喜乐的知道吗 所以耶稣才叫我们 挺身昂首啊 有没有 因为我们得寿的日子 静了 已经到了 这是记录在 路加福音书21章 28节 好 我们做一个结论 神的救恩 神的拯救 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是我们最大的喜乐 我再重复 如果你今天的快乐 不是因为神的救恩 如果你的盼望 不是神的拯救 你的信仰不真实 你的信仰真的有问题 重新调整 调到正确 神的救恩 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神的拯救 是我们最大的喜乐 所以贫穷 贫穷没关系 受一些苦 受一些埋怨 受一些绩效 没问题的 那小事来的 没有像人家 发大 坐 驾大车 住到 没关系的 这不重要的 重新要调整 我们的信仰 重力的都没有知识吗 难道都没有福音 传给他们吗 难道都没有听过 道理吗 难道他们都不懂得 分辨对跟错吗 难道他们也不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吗 到最后呢 诗人有一个心愿 他期望得出的日子 快快来到 所以第七节 最后呢 他就盼望 神的救恩 快快来到 所以雅各啊 要因为神的救恩 来欢喜啊 以色列啊 要因为神的拯救 来 来 来喜乐 管他们 做恶的 骄傲 不再管他们了 我们应有神的救恩 保守在神的救恩里面 才重要 讲到这里 有三种信徒的心态 第一种是 主啊 我愿你快 我愿你来 而且是愿你快来 你看启示物最后一章的 最后一节的 那个图是什么 这是所有等候主的人的心愿来的 主啊 我愿你来 第二种信徒 主啊 我愿你慢慢来 我也想要你来 但是不要这么快来 最好你慢慢来 你说有没有这种信徒呢 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信徒呢 第三种信徒 主啊 最好你不要来 第一 主啊 我愿你来 第二种是 主啊 我愿你慢慢来 第三种是 主啊 你最好不用来 请问你的信仰是哪一种 这是第七节里面的 结论 作孽的 都没有知识吗 唱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